在大多数人眼里 潜艇要比舰船要有隐蔽的多 所以也要安全的多 但是事实上 潜艇的外面就是海水 且不说水要有多么的恐怖 光是让你徒手游 你都很难游到水面 因此说潜艇一旦遇到事故 往往就是全军覆灭 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 我国的海军配备了一种特殊的军舰 这种战舰没有一丁点的战力 但是却被潜艇的官兵视为生命安全的保护神 它就是我国的925型舰艇支援舰 925型舰艇支援舰的主要职能 就是救援失事的潜艇 因此舰上只是简单地布置了几座舰炮 于上世纪70年代正式服役 配备有高频生难 救生潜艇以及减压舱等等 可以说救援装备是十分的豪华 当潜艇在深水区出现故障 不能正常运行的时候 925型潜艇支援舰可以通过其 5-6吨级液压折壁起重机 释放深水救援艇 或者救援中进行营救 其配备的7103型救生潜艇 是国际上技术水平最高的救生艇之一 可以下潜到300米以下的海水里进行救援 一次性最多可以救援20多人 救生艇周围安装有摄像头和机械手臂 在必要的条件下 救生艇内的人可以凭借他们的进行水下作业 除此之外 G25型潜艇支援舰还可以为施工潜艇提高高压空气 使其拥有绝够的浮力上升 如果已经不能使用这种办法 将潜艇救至水面了 事后G25型潜艇支援舰 还可以用于潜艇的打捞工作 2010年 G25型潜艇支援舰因为落后太多 被G26型潜艇支援舰代替 改造后的支援舰无论是在自身性能 还是救援装备上 都经过它跨越式的改造 为我国潜艇的安全住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G25型潜艇支援舰的安全住行提供